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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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同学 这么老的王子 看来做不成国王 看来是被废除了的 我还是说句非常抱歉的话 特别是坐在前排的同学 你们忘了带帮毒面具 我如果不抽烟就微靡不整啊 那么有为今天的规则 请大家原谅啊 先让我抽一支 复旦大学的本科生 有这样一个社团 叫国学社 而且历史已经蛮长 刚才这位同学介绍是91年开始 这是个很好的事情 国学社的存在 它的意义不仅限于少数几位同学 对中国古典学问有研究的兴趣 当然这种兴趣也是非常好的 非常有意义的 也是我们的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 但是国学社在今天的中国 这样一种国学社的活动 越来越具有普遍的意义 因为它关系到我们这个民族 在当下 选择未来 我们已经选择了西方的政治制度 比方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就是从西方引进的代议制 那叫国会 我们也选择了诞生于西方的经济制度 也就是现代生产关系的体系 我们叫它市场经济的体制 我们一百多年来中国近代时 做了这两件大事情 当然还有一件事情 就五四的时候开始做 就是向西方学习他们的思想和文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师 向西方学习的文化运动 从西方找来了老师 不仅是德先生和赛先生 而且引进西方的哲学 康德黑格的哲学 引入了中国 也就是说在思想文化的领域里边 我们向西方也学习了很久了 也要有一百年了 那么这一百年来向西方学习 对中国的进步 当然有很大的意义 这个进步当然它的标准是西方设定的 因为我们是被迫现代化的国家 现代化的首要目标就是工业化 那么工业化的前提 就是必须隐落市场原则 隐落这个资本的逻辑 尽管我们有过一段不短的时期 就是毛泽东时代 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 但是这个时代仍然属于资本的时代 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社会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仍然在计划经济时代 搞商品经济的 我们不是产品交换 是商品交换 对吧 我们不同的部内 生产部内之间的交换 是要通过价值 就是商品价值的交换来实现 所以价值规律一定起作用 价值规律一旦起作用 剩余价值规律也会发挥作用 于是毛泽东在晚年说过 我们今天的社会跟旧社会差不多 商品生产商品交换 八级工资制等等 资产阶级的法权继续存在 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 加以限制 所以这就是说 我们现在直到今天 在中国人一百多年来 向西方学习 走了这样一条道路 改革开放起步 我们全面的接受了市场的原则 从计划经济体制 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引发了整个社会 中国社会的巨大的转型 30多年来 我们中国人努力的学习资本的逻辑 我们以为通过进一步的 让市场经济健康正常和完善 就会带来中国的进步 那么现在我们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有两个基本的问题吧 第一个基本的问题 今日至中国 社会各个阶层 无论是在市场经济改革的浪潮中 取得成功的少数成功者阶层 还是多数弱势群体 没有一个社会阶层 有生命幸福感 没有一个阶层 找到安生立命的地方 整个民族没有精神家园 我们从一个物质上 普遍不满足的时代 进入了一个精神上 普遍不安宁的时代 这是第一个问题 基本的问题 我们的政党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所以在胡锦涛任总书期期间 就提出了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这样一个目标 也就是重建我们中国的 这个精神家园 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和中国未来社会的精神基础 不能长久的处于价值真空状态 这是基本问题之一 基本问题之二 我们今天的中国社会 并不是由于资本逻辑的引进 而终于形成了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 独立的个人彼此之间 按照理性做基础的契约的原则 打交道 这一点直到今天没做成 将来会不会成 我看也不会成 那么今天的不成功 体现为今天中国社会处于解体的边缘 这个解体的边缘 这个判断 一个最基本的现象 我们都能看到了 体会到了 就是普遍的信任危机 穷人与富人之间富不信任 政府与百姓之间富不信任 社会公共机构与社会公共机构 之间也富不信任 甚至家庭内部的成员之间 也富不信任 我们再度的出现了 如孙中山当年所说的 一盘散沙的中国人 这样一个局面 而且这个杀猎 不是以家族为单位的 以前中国人那句话说 别管他人 个人至少门前雪 休管他人瓦上霜 这也叫一盘散沙的中国人 但是这个门是家门 他还是家 家的内部有他伦理的法则 有他道德的价值 今天这个以家庭 或者家族为单位的杀也已经分解了 今天的杀猎是利己主义的个人 所以两个基本问题 就放在当下中国人面前 一个是没有精神家园 一个是社会处于解体的边缘 普遍的性能危机 各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层出不穷 有些社会现象的丑恶程度令人发指 不可思议 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未曾有过的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黑暗的时候 战乱的时候 但是没达到如此的地步 就是说家族内部的分解 利己主义的个人 于是今天的状况就是法治不裂 所以持续紊乱 各处侥幸 群情不安 在这样一个当下的社会的 基本状况的背景之下 我们看到国学社的活动 以及社会上许多阶层 对国学的再度的关注 和国学复苏的这个现象 它有深刻的原因 也有重大的意义 所以我今天就有这样一个话题 就中西文化差异的更远 或者说渊源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 在今天这个资本全球化的时代 会不会被抹去呢 在西方诞生的资本 确实带来了真正的世界史 结束了各个民族孤立发展的历史 世界通史是资本带来的 因为资本诞生于欧洲 但它一定要突破欧洲的疆界 来征服世界 为什么 因为资本是这样生存的 资本的生存就是资本本身的增值 资本一旦停止增值 它作为资本就死掉了 它变成了消费基金 以资本为主导的 资本罗绝为原则的 现代人类的经济生活 不可以停止资本的增值 所以既然资本的生存方式 就是它的货币的增值 那么它就意味着 它要把全世界的人的消费需要 看成是它的市场 必须把整个地球的自然资源 看成是资本增值的材料 于是它一定突破欧洲的疆界 征服非欧洲民族 于是带来了真正的世界史 结束了各民族孤立发展的历史 而由资本的罗绝 所要求的社会关系的主导原则是什么呢 是在独立的个人之间 建立以理性为基础的契约 于是人权的原则和人道主义的原则 被广泛的接受 在中国文化中所体现的 人与自然的关系 以及人与人的关系 似乎只存留在我们中国人的记忆之中了 似乎 也就是说事情真的会如此这样演变吗 终于有一天 中国文化 一些中国文化精神当中 所体现的社会原则 只成了历史的回忆吗 面对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 我想国学社的同学 进入中国古典学文的研究之中 是为了惨发什么 当下治中国 重建精神家园的思想资源在哪里 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的 以及儒家或者以儒家为主导的 中国文化精神的现代化是否可能 以及官方的意见 也承认的一个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否可能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离开中国思想做基础 谈不上中国化是吧 中国化就是有一个中国思想 中国文化精神传统 跟马克思学说的关系问题 所以我说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 其实是全民所关心的基本问题 我相信今天 当我们看到父亲父母亲把孩子告到法庭上去 或者孩子把父母亲告到法庭上去 或者兄弟姐妹彼此对不空躺 无论哪一方胜诉了 胜诉的一方绝不会有幸福感 各位同意吧 法的理性不可能成为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的价值基础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基本问题是如此的真实 中国是未来所谓法治的国家 不要把它想象成所有的人际关系的矛盾和冲突 都是用法律的原则来处理的 这其实是不可能的 假如我到一个饮食店里边喝一碗豆浆 我都在担心这个豆浆里边有没有危害我身体健康的要素 或者我发现了我怎么办 我告 如果是这样的生活的日常生活都要用法律的诉讼来解决的话 想想看 比方说一个上海要多少个法庭 每个一条马路大概就应该是小法院了 日常生活的危机 不是靠法的理性 也不是靠资本的逻辑 搞一个民族的伦理精神 难怪台湾人说大陆是什么 叫有历史没文化 今天的中国大陆 他们说他们的台湾叫什么 没历史有文化 我听了这样的话 我心里是很难过感到凄凉 他想的文化是指什么 体现在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些最基本的道德法 道德准则和伦理价值 所以我相信资本的全球化并不可能移平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 假如一平的话 全世界的人类只有一种文化 只有一种文化精神 只有一种思想 只有一种智慧 这绝不是我们可以期待的美好的远景 假如全体人类只有一种思想 只有一种智慧 它就是思想和智慧的结束 那么现在我们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三十多年改革开放 我们搞了市场经济 我们引进了资本的逻辑 那么资本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是在传统的社会生活的饭食中 获取物质利益的新手段 资本与市场 绝不意味着现代经济理性与现代市场规则 而是获取物质利益的新手段 所以资本和市场作为手段 而我们的社会生活的基本饭食 仍然是传统的 于是矛盾和张力就来了 于是种种的并争也会来 比方说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这到今天解决不了的 我们正在试图解决 以习总书记 为总书记的 新一代 中央领导 真正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我相信是要做一件这样的事情 重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这是事情的要点 那么如何重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呢 政治学家法学家都能说话 经济学家也能来说话 这三个家合在一起 设计一套理性的方案 我们一步步的把问题讲得深入一些 我们中国人还是中国人 这一点恐怕是不用怀疑的事情 那么80后90后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一度认为他们是世界公民 中国人则是一个种族的概念 那我儿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会这样想 因为他的学读书的过程 其实就是进入了小学初中高中 那课程体系基本上从西方引进的 只有少数课程课末 比如说历史 里边有一点中国历史 语文科里边有一点古典诗词 这算中国文化了 至于数理化 外语全面的进入课程体系 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学问 到大学的学问体系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国学则有很小一块 是吧 我们复旦哲学学院 要招国学班也比较困难 那么我这次来做一个讲座 也有这个动机 就希望吸引更多的复旦的学子 来报名 我说这是有点功利的目标 但是其实呢 还是一个很实在的希望 很实在的希望 它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无论是怎样 在西方的知识体系 和学问体系当中成长 我们的业余生活 无论如何是怎样的 充益欣赏的艺术品 来自西方 博来品 我们欣赏好莱坞大片 看西方的电影 读西方的书 是吧 我们吃麦当劳 肯德基 西佛 根捋 我们变成了西方人没有 我们还是中国人 八年后 现在逐渐地认识到这一点 越是到海外去留学的八年后 越是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因为他们在西方国家生活 短短的三个月里边 一定会遇到cultural shock 叫文化政党 他们终于意识到自己还是中国人 于是他们往往比大陆上的八年后更爱国 那么这是有根源的 为什么向西方学习了一百多年的这个民族 每一代的年轻人都曾经崇拜西方 向往西方 八十年代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半叶 就改革开放时代的第一波留学潮 把我读书的 我所在的读书的本科班的三分之业 拉到美国去了 现在他们都还在那里 我是七八年入复旦 他们拉出去了 他们投奔自由世界是吧 他们觉得那里才是最好的社会 现在他们非常爱国 这是很真实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要问 我们为什么学不成西方人 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 所以就由我今天这样的话题 我们要探讨中西文化差异的渊源 这根源在哪里 我们先来讲一讲 简单介绍一下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 我们知道上世纪末是吧 就美国的国际政治学家亨廷顿 发表了他的著名的书 文明的冲突 在这本书里边 他认为在这个地球上 现有的文明可以分为八个区域 有八个文明区 这个八个文明区呢 我觉得分得过细了一点 在我看来三大块 那么我先说一说 他分这个文明三大区的标准是什么呢 宗教 有哪八个呢 基督教文明区 主要是我们都知道西欧国家 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 都属于基督教文明 差异有一点不很大 比如说法国天主教为主 德国新教为主 差异是有的 但不很大 所以都化为基督教文明 那么还有一个伊斯兰文明 也是宗教了伊斯兰教 那么阿拉伯国家的大多数 都属于这个文明区的 还有第三个叫东正教 东正教文明 那么东正教文明的核心国家就是俄罗斯 我们知道基督教在他历史上 发生过几次分裂 对吧 东罗马帝国 后来他的这个基督教变成东正教 他一度的中心在哪里呢 在土耳其 军斯坦定堡 对吧 现在移到哪里呢 移到了俄罗斯 那么东正教文明的国家也有好多 你比方说那个希腊就所欲的 土耳其也是的 土耳其还有一部分是什么 伊斯兰教 那么第三个文明区就是伊斯兰文明区 那么第四个呢 当然要中华文明了 那么中华文明区在这个 亨廷顿看来也叫儒教 儒教文明区 其实儒家不是宗教 他有点搞错了啊 我们也不这怪他 因为他不是搞哲学 是搞政治学 那么下面还有一个就是 比较独特的一个国家一个文明 叫日本 一个最孤独的文明 也就是你说他属于中华文明也很难说 他虽然公元三百年开始学中国文化的啊 学到了什么一个儒家一个佛家 但偏偏学不了道家 所以他作为中华文明区他就不纯粹了 这个日本人学不了大家的缘故 我很快就知道了 当我第一次到日本去的时候 我在日本飞机不是在日本的上空飞的 这些天空万里乌云 我从飞机的悬船往下看 基本上看到日本的全景 像一条虫 躺在海面上 我也知道同时知道他躺在地震带上 这样一个严酷的生存空间 我立刻明白他为什么学不了 到家了 到家教我们中国人什么 退一步海阔天空 请问他退一步退到哪里去了 退到海里去了 所以这个民族是严谨的 在戏剧上高度认真的 这是一个不断要求求生存的民族 你无法让他学习到家的思想 那种无为而无波为的想法 日本人围得最厉害是吧 他们无为而无波为是不会懂的 所以这个民族呢 当然我们应该向他学习他的优点和长处 同时我们也知道他为什么缺乏幽默感 幽默感的前提是智慧 但你不要跟日本人讲幽默的话 你跟他讲了 他听着 然后问后来怎么样了 哪有后来呢 所以亨廷顿的判断是对的 日本一个国家一种文明 他叫孤独的文明 那么还有两个 一个叫拉美 拉美文明区 这个拉美文明区是怎么形成的 也是根据宗教来说的 就是欧洲的移民到了拉丁美洲 当然一定带过去基督教 那么拉美本身这个地方有土著的宗教 有原始的宗教 那么这个原始的宗教跟 从欧洲传过去的主要是天主教 拉美国家基督教过去的是天主教为主 美国和加拿大是新教 所以资本主义发展的比较好 南美洲是吧 拉丁美洲就发展的比较差 这个道理呢就是我们只要记起 马克斯微博那本书就大概懂了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好拉美的文明就是来自天主教 和地方当地的原始宗教集合的产物 于是那里的文学 那里的哲学思想跟欧洲不一样 当然跟中国跟印度也不一样 是吧 那么那些魔幻现实主义这种文学创造 大概只能在拉美发生的 他有他一个文明的特征的 那么还有一个叫非洲文明 过号可能的 这是亨顶顿的意思 他有一点由于 因为非洲的这个部落的宗教 之间差异也很大 然后基督教文明确实也过去了 那么在不同的非洲的部落之间 集合的结果是不一样 没有一个统一的文明区目前产生 将来可能产生 这是亨顶顿的八大文明区的划分 那么划分的这个标准差处是宗教 当然也谈到了语言 但是语言在亨顶顿的区分方法当中的 具有次要的地位 主要的地位是宗教 那么我现在要强调的是 亨顶顿有这样一个社物 第一把中国中华文明看成是一种儒教文明 儒家不是宗教 所以他没有找到中华文明 我们中国文化的根在哪里 中华民族是一个世界上很少的这样一个民族 就是无宗教的民族 没有宗教 尽管有不少宗教徒是吧 我们有佛教徒 我们也有基督教徒 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还取得一定的成效 那整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不是宗教精神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这个民族是没有一个最高的神来管人心的民族 没有真主来管人心 也没有上帝国来管人心 所以这不是一个宗教的民族 亨廷都没意识到这一点 当然我还是说不要苛求他 那么我要强调的这一点是什么 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怎么向西方学习 都学不成西方人的根源 根源在汉语 我们如何理解语言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语言 就会认为语言是 人这样一种高级的动物 它比其他动物更聪明 所以发明出一套符号工具的系统 用一个个词语做符号 给外部事物贴上一个个标签 然后把这些符号 组织在一个句子里边 用一条一句又一句的句子 来保存和传达信息和知识 这样来理解人类的语言 就是科学的语言 语言的科学观 他错了 他只是把人类的语言 当成是符号工具 语言是什么 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 能以语言之家为家 这是海德格尔的HV 非常重要的话 动物没有语言 除非你在比喻的意义上用 动物没有语言 所以动物没有世界 只有环境 能有语言 于是能有一个世界 大地 山川 星辰 河流 向人呈现出来 万事万物 整一个宇宙向人呈现了 因为人在语言中了 所以圣经讲上帝造人这段故事 里边包含着智慧 上帝造人怎么造 用泥土造 用泥土造出来人的形体 但是这时候还不叫人 还差最后一道工具 这最后一道工具是什么 对着这个形体吹一口气 为什么要吹一口气 让它有了语言 因为有了语言 能有了世界 所以人类对世界的基本经验 都是在语言中的经验 能对世界的基本理解 都是在语言中的理解 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所形成起来的最基本的生存情感 也是在语言中形成起来的生命情感 能所形成起来的 人生的基本态度 也是在他所所属 在其中的那个母语给他的 所以我们汉语存在一天 只要汉语仍然是中华民族的母语 我们就仍然在中国思想中 因此我们仍然是中国人 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要让中国人不承识为中国人 不是到处传教 比方说 把基督教在中国推广的越广越好 终于慢慢的 中国成为了一个基督教国家 各位别相信这件事情 基督徒的数量的增加 绝不足以说明 基督教在中国形成了 可以取代中国文化精神的力量 为什么 很简单 一个中国的基督徒 他也同样很虔诚的 那么他也在虔诚地祷告 比如说吃饭之前的祷告 这个仪式他都遵守的 当一个中国的基督徒 在祷告的时候 他心中想的是什么 是西方的神学观念吗 是这个有罪的灵魂 今代拯救吗 不是的 想着 今年我儿子要高考了 主啊 我向来忠诚地 侍奉着你 你一定要帮我 对吧 上帝在他心中看来是 全知全能的神 像父亲一般 在关键的时候帮我 是吧 你不帮我你还做父亲干嘛 这个父亲跟他讲 不 我帮助的 我要拯救的是你的灵魂 但中国人没发现这个灵魂 你是吧 没发现还拯救什么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看得明白 除非有一天 汉语消失了 我们才不在汉语说 您积淀和保存的中国思想和智慧里了 也不在汉语说 您积淀和保存的人生态度 生命情感和世界理解之中了 这个一个语言的销售 是一种对世界的理解框架的销售 生命情感的特征的销售 是应该这样看语言的 所以我们不管怎样像西方学 我们仍然是中国人 根源就在汉语 凡是能够体现凝聚中国思想 中国文化精神的汉语的词语 没有一个能够翻译成欧洲语言 翻不过去的啊 当然不断的在翻译 比方说道德经验翻译成德文本 英文本法文本 老早都有了 多种欧洲语言的文本 其实都犯错了 后来有一个人真发现犯错了 然后他自己下了一个大的决心 我来翻 这个德国的哲学家海德格尔 那么他没办法翻 他找了一个华人 母语是汉语的华人 但常年在德国从事学术研究 这两个人就合作了 海德格跟这个华人合作 用了三年的时间 整三年的时间 终于失败告终 于是海德格聊以自卫的方法 各位知道是什么 请一个懂书法的 会书法的华人 从道德经里面摘了两句话 正好是一幅对子 写成了一幅对联 挂在他的办公室 每天看看就可以了 懂那基本上不懂 他知道里面有极高原的境界 但他没办法用德语来表达的 他自己又不在汉语中 如果海德格认真学汉语 也还是学外语 对吧 不是母语啊 所以这个问题的根本 我们现在看到了 我们随便举例子啊 我们说那些凝聚了中国儒家 道家或者佛家思想的 也就是中国的人生态度的 中国文化精神的词语 是无法一成欧洲语言的 我们随便举例子 你比方说 我们今天中国人 经常会用一个词 说话叫缘分 比方说 今天是3月几日 3月27号 王德峰来到了3108 跟大家见面 真是我的缘分啊 那么大家马上听明白了 是吧 不用解释的啊 你把缘分这词 翻译成英语试试看 你怎么办 我认识你真是缘分啊 我感慨的说了一句话 你马上听懂了 因为我们都中国人是吧 第一层意思你已经明白了 我认识你不是预先我计划好的 不是预先计划好的 没计划过 偶然性是吧 偶然性在里边了 但是我们同时 是用用缘分来说 偶然性的 为什么 五百年修来 同坐一条船 这要五百年修来的 别人性 我跟大家在一个 今天的晚上在积极一堂的讨论 中国文化问题 这要多少年修来 要算一算 总而言之是别人性 好 在原封这样一个 汉语的词语 词汇里 词语当中 把一对对类的范畴 统一在一起了 偶然性和别人性 统一在里边 偶然性你一定找得到英语的单词 是吧 别人性也有另外一个词 叫necessity 是吧 你找得到英语当中哪一个词 它同时表示偶然性和别人性 没有的 我们彼此说话很方便 然后我要跟一个英国哲学教授说 我见到你真是缘分啊 你用英语试试看 你最多说幸运是吧 幸运们他说他也成功的 幸运们就是偶然的 开心的事情 后来我告诉他不偶然的 就不会偶然 他傻掉了 怎么不偶然 是吧 你结婚了是吧 你千里迢迢 你这邻居家的女孩 老早就爱慕你 你也知道 但你对她没感觉是吧 你千里迢迢的到外面找到一个你理想中的气质跟他结合在一起了 结合在一起很快的 短短的几个月你发现你找到的是一个合同实质 你傻掉了 你终于发现我的全以前的计划啊 关于一个理想的气质的计划全落空了 然后你必须成了什么 缘分 对吧 这种事情跟中国人讲全明白的 跟欧洲人讲怎么能明白呢 可见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的差别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 西方理性主义的 我所做的一切事情 第一 来自我什么 明确的理性的计划 和意志的哲刑 缘分这件事情他们不懂了 不行了 失败了再来一次 不断的修改 不断的改造 这个社会 包括自己的人生有许多缺陷 许多缺陷怎么办呢 改造它 改造论 改造的观念来自不拉图主义 理念论 那么中国人也像西方人一样 不断改造 改造自然也改造社会 包括改造自己个人的生活 不可能 各位 你后来才知道不需要改造